看到他就怕 然后我过去的太太跟我爸爸像麻吉兄弟一样 对他很好 所以我就很感谢我过去那个太太 哎呦你看他对我爸爸那么好 对我儿子这么好 所以我很感恩他 所以我就对他很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般在做事业的男人都会搞外语 就我没有搞外语 因为我都跟他讲说 我已经生命的第二村不用找第二个女人 因为我换一个角度去看我太太 因为他赐给我一个小孩 他孝顺我的父母 所以让我觉得很感动 所以我应该对他报恩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有外语 因为我觉得我对他感恩报恩 对他好 所以是很自然的现象 我们先要做供养 因为这边有佛像 后面这一尊有些人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 叫做念一下莲花生大师 这也不是我的安排 我一看 莲师呢 很多人不认识 特别日本人没一个认识的 那这一尊莲花生大师 他是阿弥陀佛观音菩萨跟释迦牟尼佛三合一的一个像 所以他是从莲花里面生出来的 所以叫莲花生大师 这也是密宗 特别是藏传佛教密宗的祖师 在我们汉人唐密 包括日本的密宗 是以大日如来为开创主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为什么要修密 那我想念阿弥陀佛也是密宗 为什么因为 如果你懂得念阿弥陀佛的含义 那就是要密宗 但是这必须透过教育 那最圆满的密 念阿弥陀佛最圆满的密宗是什么 是你把每个人都当作阿弥陀佛 你把每一个地方都当作净土 这是最高的密 所以而不是你自己 或是说那个阿弥陀佛 因为妙法莲华经在日本很流行 讲的是密宗最高的精髓 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那没有分别 那我们凡夫就是有分别 这个好那个不好 这个喜欢那个讨厌 所以念佛来都会生气 念到喜欢的很高兴 念到不喜欢的 像吐血一样 那所谓密 那就是说你要绝对平等 把这个绝对平等成为你的戒律 所以叫什么 念一下三昧夜戒 日本真言中 我们这次去住在高原山几天 然后去学真言中 所以他们就问我 海大法师你是真言中吗 我都搞不清楚 但是别人好的我们都要吸收 都要吸收 所谓真言中三昧夜戒 是把刚刚讲的 你把众生都当作阿弥陀佛 这个事情当作戒律 了解吗 就像我们华人把孝顺当作戒律 这是应该的 就像先生太太之间把不邪淫当作戒律 不然这个家庭就毁灭了 然后呢 所谓真言中就是要这样 把众生都是母亲 众生都可以成为阿弥陀佛 你不能舍弃他 你不能恨他 你一定要爱他当作戒律 这个叫三昧夜戒 那我想各位应该要有这个誓愿 所以我们一开始 大家跟我念 来 一者礼敬诸佛 大家观想中佛菩萨降临东京大学 所以普照众生 二者称赞如来 佛菩萨装不装严 法会装不装严 他们不知花 要这样去称赞 学佛一定要学习称赞别人 老公帅不帅 老婆美不美 你没学这个 你没学佛了 每天拜佛去骂你老公 错了错了 所谓真言中或是念佛 你念阿弥陀佛 任何一只老鼠跑过来 哎呀 阿弥陀佛来了 这才叫一心念佛 对你来讲没有分别 要了解吗 所以我出家 我师父说 你每天对佛那么好 外面公园那些流浪看 对他们好一点 那才叫佛了 所以这次我去高野上 有这句话 来 草木国土 皆可成佛 一花一草一木 这是我们要学日本的 日本的对于这个环保 地水火风那个湖水 尊不尊敬 非常尊敬 非常尊敬 所以路上没有垃圾 每一棵树好像都没什么灰尘 花开着这么漂亮 湖水 水可以拿来喝 这一点是我们学佛应该有 日本的庭园漂不漂亮 漂亮 漂亮 小小也漂亮 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 这也是我认为日本人蛮骄傲的地方 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 草木国土 都可以连一棵草都可以成佛的 要这样 来 你一次 称赞如来 所以我希望各位从今天开始 花漂不漂亮 刚刚午餐好不好吃 不好要说好 要有日本人精神 不好要说好 因为你的心好 那个水就好 那个花就好 但是你要学习赞叹它 像我每天睡不一样的酒店 出来 离开的时候感谢床 感谢枕头 感谢门 再拿一张日币 感谢那些服务员 放一些巧克力 对不对 给他快乐 放一条链珠 让他念佛 因为我可能没见到他 但是你要感谢他 就像日本人 你出到门口 他们还跟你挨下去 对不对 还跟你 那种脸还笑得真相 里外如一 后来我就决定了 以后来出家 先丢到日本来训练一下 先做行李员 开始 在门口 哎哟 这个威仪 不然的话 有时候我在路上走 我觉得 像我们走过一批 我们出家人走前面 那些小学生 从对面走来 每一个都跟我们 打招呼 对不对 因为他们老师 会叫他们 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而已 那至少觉得 这一点我们要学 意思是说 你要去 讲出对方的优点 称赞如来 任何一个事情 你都要对他好 所以如果你回去 跟你老婆说 你实在是很美 她马上年轻 二十岁 你我的晚饭 吃起来就有味道 有加持 称赞如来 第三个 广修供养 广嘴巴讲不够 东西要拿出来 奥米亚给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 供养诸佛菩萨 但是我提醒各位 我们对待佛菩萨的 一切的方法 是要拿来对待别人 跟对待世界 对待众生 千万不能说 我对佛很好 骂后面人 所以那这样你就不平等 所以要先来供养 好 等一下各位请翻到 有没有这个小本的 有吗 没有了就麻烦两个看一本 首先我必须表达 我刚才看 两点开始 然后到五点一定要结束 完蛋了 我不够用 下回改一下 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不然不够用 人家打针 也要先擦酒精 再擦 我酒精擦完 还没扎针 各位跑掉 就还没有得到 而且各位是 百千万劫难遭遇 终于今天碰面 又让各位溜走 还没有把各位头发 剔掉你就跑掉 所以意思是说 各位要断除各位的烦恼 请大家烦恼第一页 食供养 我再念一遍 释迦牟尼佛说 你用一千亿美金 在这个世间做多少的善事 不如在佛前供一杯水的功德 为什么 佛菩萨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家里摆一个佛堂 好不好 佛堂很简单 一本经就是可以算佛堂 有佛像 有个相片也都算佛堂了 一个清静的地方 经常在前面供香 供水 虽然不能点灯 怕火灾 那你就供一杯水也可以 只要你有供养一朵花也可以 甚至一朵不会凋谢的假花都好 重点是心态 所以各位我们在做供养 你要有这么大的功德 而且最大的功德是什么 虽然我刚刚讲了 你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 超过一千亿美金的功德 但是念一下 为众生 慈悲做供养 那你这个功德没办法算 不是为自己 贪这个功德 而是有这么多的众生 一只鱼一只蚂蚁 他不懂得供养 你来替他供养 这种慈悲心才是最大的供养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会很庄严 一个人一定要给别人一个味道 就是跟你讲话 你的心好清纯 好慈悲 他会被你感动 所以叫老和尚是宝 老和尚已经脸都皱啊皱啊 眼睛看不见 但是你跟一个修行的老和尚讲话的时候 心里感不感动 很美 很庄严 因为是从内在做起 而不是外表 所以我们要理万如一 所以各位做供养的时候 是用心供养 而且真正的供养 是供到你心里面来 请问佛在哪里 你真会回答 心里面 但是为什么看不到你的佛心 每天骂人 shopping 谈恋爱 一心念佛是要把你最美的那个展现出来 所以透过外在的供养 供养你的内心 好不好 那你内心美了 请问别人看到你快不快乐 那你就在供养众生 就像你点灯一样 你把自己点亮了 对方能不能有那个亮光 他马上得到你亮的普照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一定要念在心里 才可以展现在慈悲的行为 给别人的感受跟感动 所以我讲佛法没有深浅 是你给别人的感受 这个很重要 感受到你关怀他 你不会伤害他 他就可以超越 他不会怕你 一个鬼都不会怕你 我们 鬼当然不会怕 我们是我们怕鬼 但是你怕鬼 鬼就觉得很痛苦 了解吗 如果你进一个房间 里面有鬼 太好了 我要来慈悲了 那个鬼马上超度了 哪有人对我那么好 个个都怕我 怕得要死 你要对他好 那就没事 就像我昨天 我们睡一个房间 我们战姓是 叫我去对面看 一进去那个灯 就啪啪啪啪 战姓说 师父 这间你不要睡 这个有一点抗议 我说忘了 以后进来 先撒干碎 先松一朵花 它就不会啪啪啪啪了 因为他在里面 待好久了 好 请大家拿起来 以这样的大供养 供养自己 供养诸佛菩萨 跟供养众生 十供养 然后也请十位菩萨 代替大家住供养 好不好 每个人都供养 十根肘子 跟我背一次 香花灯图果 茶食宝珠衣 食供养在你手上 这个手不要打麻将 好不好 那个手很重要 手可以打手印的 所以你要庄严你的一切 那我们现在来 齐请诸佛菩萨 慈悲降临 我为父母众生 所有友情 受苦者 做大供养 愿其离苦得乐 那一定要有这个悲心 来齐请佛菩萨 来供养 所以我们会一起念跟唱 而且在唱的时候 我们会敲法器 我还是要解释一遍 法器有意义的 像日本人喜欢敲鼓 特别去奥米亚给店 买一个日本的 哭哭哭哭哭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超度拿出来 我想到日本 而且敲鼓啊 鼓是皮做的 你敲鼓的时候 来 所有动物得到超度 所有人类消除贪心 发菩提心 这个叫 所以动物的皮超度 而且贪心 转为利他的菩提心 这个叫敲鼓 所以我再讲一次 你老公很喜欢吃牛肉 你一定要买一个鼓在家里 帮他超度超度 再来敲影庆 来 断烦恼 发菩提 听到这个声音就拉回来了 然后 桥木鱼 海鲜水足 得以超度 所以我们每个华人家里 要摆一个木鱼 好不好 你丢我捡 你吃我超度 顺便超度自己的 桥木鱼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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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鱼海鲜就超度了 它是一只鱼 所以这个鱼肚子被剖开 为什么 这一只鱼